严肃并非总是战争的代名词 但今天我们要谈的战役 却让人啼笑皆非 其中一场甚至因一头猪而爆发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这五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葩战争 第五场澳大利亚人鱼鸟之战 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大家并不陌生 它的骨灰两侧是袋鼠和一种名为鹅苗的鸟类 这种被称为澳洲鸵鸟的鸟鸟 鸟类性情温顺 不轻易攻击人类 那么他们是如何与澳大利亚军队开战的呢 事情得从1929年说起 一战之后 许多士兵退伍 政府将他们派往荒野开垦土地 这些退伍士兵当上了农场主 生活安逸 然而鹅苗这种鸟成群结队 迅速扫荡着这些士兵种植的庄稼 农场主们愤怒至极 但面对时速高达60公里的鹅苗 束手无策 无奈之下 他们求助政府军 当时的国防部长 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派出两名士兵 其中一名上校 带着两艇机枪去消灭鹅苗 起初 他们试图用铁栏围捕鹅苗 但低估了他们的跳跃能力 仅消灭了12只 上校回军求助 报告中称此次战斗无人员伤亡 政府决定派出一个连队 两个月的战斗后 仅打死了不到1000只鹅苗 无奈之下政府发布悬赏令 半年时间消灭了几万只鹅苗 控制住了数量 1988年鹅苗数量急剧减少 政府颁布了鹅苗保护榜 第四场美英论猪之战 加拿大地区有座名为圣湖安岛的岛屿 当时美英两国对其归属权争执不下 某天 英国农场的一头猪跑到美国农场搞破坏 吃掉了庄稼和土豆 美国农场主莱曼 卡特拉愤怒地将猪射杀并吃掉 英国农场主格雷夫不满 要求赔偿100美元 卡特拉不愿意 格雷夫索赔无果后 找到了英国当局 英国派出三艘军舰和2000多名士兵包围岛屿 美国也派出400多名士兵 加上十字门火炮 两国对峙 谁也不敢开第一枪 三个月的对峙中 双方不断谩骂挑衅 最终两国高层意识到 为了投猪开战实在愚蠢 赔偿100美元后停止了这场道具 最终受伤的只有那头 已被吃进肚子的英国小猪 严肃并非总是战争的代名词 然而有些战役却让人哭笑不得 接下来我们来盘点无常 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葩战争 第三场美朝大白羊争夺战 在南北朝鲜分界线的板门殿 有一个直径800米的联合国安全区 此序内美军有一个检查站 而北面有一个观察上 中间耸立着一棵30米高的大白羊树 严重遮挡了视线 于是美军决定砍掉这棵树 两名军官带着五名韩国工人 和七名美军士兵来到树下开始罚树 然而朝鲜军看到这大阵仗 派出15名士兵和一名军官前来查看 有人声称 这棵树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七首种下的 朝鲜军官立即叫停砍伐 但美军不予理会继续砍树 最终冲突爆发 美军两名军官丧命 其余人员受伤 美军无法接受这一结果 派出五辆满载美韩士兵的卡车 27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三架B-52轰炸机 十几架F-111战机 甚至还有一艘航母赶往东海 41,000名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 只为了一颗大白羊 最后朝鲜方面可能觉得理亏 向美方道歉 这场闹剧才得以平息 尽管大白羊最终还是被砍 但一棵树换来两名军官的性命 实在令人唏嘘 第二场车辆买卖军火战 战争中弹药耗尽怎么办 车臣给出了一个离奇的答案 在与俄罗斯激战正撼之时 车臣军发现弹药耗尽 无力再战 于是 派出一人举白旗前来购买弹药 俄罗斯军队虽有意趁此机会 一举拿下对手 但因经济困窘 同意卖弹药给车臣 于是 双方继续交货 为何俄军会卖弹药给车臣 原来 二战后苏联解体 俄罗斯经济困顿 军队薪资微薄 车臣以高价购买弹药 俄军为钱所动 然而 车臣最终还是失败 并举报了这支俄罗斯军队 导致其受到严厉处罢 第一场法巴龙虾争夺战 1961年 一些法国渔民来到巴西东北部海域 捕捞龙虾 巴西渔民见状立即曝观 巴西当局派出两艘军舰 警告法国渔民离开 法国渔民不满 向政府求助 法国政府派出驱逐舰塔尔图号 前往巴西海域 巴西空军立即锁定目标 派出轻型巡洋舰 驱逐舰分队 航母和潜艇对峙 法国觉得 以少打多不力 暂时撤退 不久 法国增派航空母舰 特混舰队 驱逐舰和护卫舰 前往巴西 局势紧张 巴西军方海陆空全体戒备 几天后 两国领导人冷静下来 各退一步 纷纷撤兵 国际法庭上 两国会龙虾归属 争吵不休 法国认为 龙虾在水中游动 属于世界共同财产 巴西认为 龙虾在海底行走 属于大门架 最终 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后 争端才告平息 这些无厘头的奇葩战争 多英国与国之间的利益 和面子而起 尽管有无伤亡 战争始终残酷 唯有全体世界人民和睦相处 才能实现和平共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